政府對外保護主管 對憲政體制相愛很大 這段時間以來 臺灣社會都擔心臺灣民族 憲政體制 執政者一意孤行的結果 我們幾十年來 大家努力創造臺灣民族的基礎 會被破壞 這是臺灣人現在最煩惱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年輕人 我們有一個希望 我們紅衝丘的1985 到臺灣事件中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 為了追求社會的公平 人權 很多社會 我們現代社會 應該要堅持的價值 打拼努力 我覺得公民社會的崛起 是執政者的失敗 人民的挫敗 才會讓公民社會有奮起的力量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我們對我們的少年人勇敢站出來 我們要支持 我們要鼓勵 我們也要站在他們後面 跟他們站在一起 這個時候 對政府也好 對政黨也好 對政治人物也好 大家也覺得 社會普遍對政治人物和政黨的信賴度都在降低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台北市 有這麼好的好選人會選擇 還不是一個僅僅的 就覺得 有這麼多人要來進出 這位候選人爭取提名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尤其是 好了 我幫你做